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京剧传统的演出当中 经常出现的一种表演方式叫搭架子 上海话叫搭架子 现在我们讲的搭架子 好像这个人派头挺大 不爱搭理别人 其实呢在我们的京剧表演当中 搭架子是一种常见的表演方式 它是指我们在演出当中 用面白合唱 声音的效果等等 在幕后配合台前演出的一种表演 就是看不见人 但是你听到了 他在说 他在打 他在念 这样呢就使得舞台的时空感更为的开阔 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一种呢 就直接回答在前台人物的问话 有一出著名的戏叫大宝国 大宝国当中这个李良是个奸臣 为了篡夺权力 让他的女儿李燕飞 也是国泰的 写下文约 命众文武官画押 都是必须一致通过让他当官 文武官员呢都没有上场 而是李良一边去到下场门去问话 一边呢去到上场门去问话 通过这种方式询问两侧的文武百万 那么幕后演员呢 就一起回答 这些演员都是不出场的 但是你听到他在讲 啊我的华雅自由士 集体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与台上角色的内心事项联系在一起 展示了另一个时空的这种场景 比如说著名的打鱼杀家 也是一个圣诞对戏戏 打鱼杀家当中的女主角叫肖桂英 肖桂英在家里焦急的等待父亲回来 一边唱原版 在每一句原版中间都有搭架子 在过门的间隙当中有搭架子 搭架子传出来的是什么声呢 是公堂牙蚁在打肖恩板子 爆树的声音 他虽然他父亲在公堂之上被打这个事 跟肖桂英的唱枪没有直接联系 但却在表现肖桂英对父亲挂念的同时 交代了肖恩上告不成反遭毒打的遭遇 可以说是一鸣一案的完成了 同一时间内两个不同空间的表演 那么另外还有像我们这个空城记 最后斩马素这场戏 诸葛亮说将王平则打 四十位 这个士兵们把王平压下去 以后就开始打 在场上观众看不见后面怎么打王平的 但是通过了搭架子的方式 一时日二时日三时四时日 诸葛亮在舞台上听着后台 在搭架子打王平的这个声音 他就知道这个惩罚完成了 再比如说 我们帮别姬当中 鱼姬在独自的夜巡 一边走一边听到了幕后合唱楚歌 这种搭架子就强化了 楚八王被困干下 遍野凄凉的氛围 特别好的推进了剧情的发展 在我们京剧舞台上 搭架子是代表这样的一种意思 发展到现在呢 搭架子也成为了现代的舞台工作者 尤其是导演的术语 表示这个导演在排戏的初始阶段 完成了全剧的暗头工作以后 要组织演员开始排练 勾勒出演出的轮廓 就是下地 你这场戏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场戏大概是那个样子 这个叫搭架子 那么通过这个排练的初始的过程呢 基本上能够把演出的结构 和舞台的调度能够固定下来 然后再慢慢的去细化 细抠 熟练 好像就约等于 我们在写文章之前 是不是要拟一个提纲 然后再往里装内容 然后再往里装内容 练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